有一個民眾他在這個車上 他在車上他沒有戴口罩 沒有戴口罩的時候 就有人去檢舉說他沒有戴口罩 沒戴口罩不能上車 結果你知道他就要上車 結果你知道這個公安 就當場噴這個噴劑 就說還對噴劑 噴噴噴劑然後噴噴劑就把他拉下來 擔心你有問題嗎 對 然後就把他拉下來 就這樣把他居體盜案 現在很多醫院 他因為死掉人太多 殯儀館人員已經坐不來 坐不來之後 他用醫護人員在做這種動作 那等到醫護人員來之後 才能夠把他搬走24小時 因為一個三個小時燒一具屍體的話 一天大概可以處理500具屍體 五天的時間是好幾千人 發生在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 真的把全世界都給嚇壞了 大家現在會擔心是因為 我們的狀況完全不了解 大家不知道說 中國大陸到底有沒有決心 到底有沒有現代的一個技術 或者現代一個態度 來面對這樣一場的瘟疫 甚至很多的訊息讓人毛骨悚然 我們看這個通知 這是武漢兵儀館的火葬場 竟然現在遺體禁館後 它是以短、頻、快三個原則 竟然是24小時服務 你什麼時候聽過 兵儀館的火葬場 竟然是提供24小時 不間斷的服務 這個到底有多少的死亡的數字 這中間到底有多少的黑數 還有中國大陸現在人心惶惶 而這個人心惶惶的態度 也感染了全世界 好在這一段裡面有兩位來賓 加入討論 第一位我們特別介紹 他是長庚醫院兒童感染科的醫師 黃玉成 黃醫師你好 主持人好 好待會兒呢 黃醫師旅遊協會的理事長李晴月 也會加入我們討論 好市長 今天很多人看到這個通告 嚇得毛骨悚然 我從來沒有聽過說 你在B館的火葬場 它竟然三個原則 短、頻、快 代表你來了以後 馬上就給你送到火葬場 就燒了 燒了以後 竟然是24小時的服務 甚至他講到 所有的家屬能少則少 骨灰還可以預約領取 對 我們說現在武漢 是一個恐懼之城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寶傑你知道 現在還瀰漫了一股死亡的氣氛 大家都非常非常緊張 這也太可怕了吧 因為為什麼 大家看到這個公告 寶傑你看到這個公告 武漢的這個殯儀館 火葬場 現在是24小時的火力全開 而且他們要求說 要就把它燒掉 不是說你能夠土葬 就真的要燒掉 而且他們的原則是怎樣 這個遺體進入這個殯儀館之後 按照短、頻、快 短、頻、快 非常快的時間 那種儀式也不用辦了 以前中國大人 中國大陸的人 不是都要辦一個什麼儀式嗎 現在不用辦 他說最好能夠來了 24小時就要把它燒掉 中國人講入土為安 對 今天我要火葬 已經是非常不得已了 火葬一定是一個儀式嘛 一定是告別式了以後 我才在大體送到 遺體送到了火葬場 然後火化以後 我還要再看一下 然後再進到我影片 他居然誇張到什麼程度 你家屬不在沒有關係 家屬不在我就直接燒了 家屬是用預約來領取骨灰 而且你只能夠來一個人 就是直系的這個家屬 來一個人 來一個人的話 如果沒有 我們怎麼燒都不知道 凡事體上能燒就燒 我們就燒進去 燒進去的時候 你要來領的時候 你可以預約來這樣領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公告的時候 就想說 到底你現在武漢 到底是死多少人 為什麼大家會非常恐慌 抱歉 因為根據中國大陸的 疫情的統計數字 到目前為止 死亡人數大概是200多個 那200多個來說的話 以重要 因為他沒有按照區域來公布 公布的話 他就說75%是武漢人 那如果用75%來算的話 只有150個 可是你火葬場 從1月26號到現在為止 已經五天火力全開 這樣子 那你到底是死多少人 大家能夠會對你的 疫情報告 完全會不信任啊 你根本講了 200個人需要這個樣子嗎 對啊 200個人沒有需要24小時 火力全開 而且那種短頻快 是有多趕的這個時間 你要趕快把它處理掉 你知道嗎 現在網路上流傳 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樣的畫面 讓人家覺得說真的非常恐怖 為什麼這樣說 所以大家現在等於 中國大陸到底有沒有失控 你到底有沒有能力管理這個疫情 對 而且大家在路上看的時候 真的非常非常恐怖 保證我們現在看這個畫面 這畫面是什麼 有人在這個武漢的這個 介紹他們開的時候 他看到路邊 路邊這個地方 有一台車子 車子裡面居然有兩個人 在搬他屍體 搬出來 而且保證這個屍體 就這樣搬出來 搬到路上 當街這樣搬出來 而且他就是沒有那種 單駕這樣搬 他就這樣子喔 而且那還有什麼 濕袋 這個是黃黃的 這全部都是濕袋 濕袋居然滿到這個垃圾桶 都滿掉 這是哪裡的啊 武漢當地的濕袋 那這樣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東西 你看這個之前有這個畫面 醫院上面都有非常多的屍體 甚至還有很多屍體 那這個人是這樣 他們說醫院裡面 其實還有很多人 就死掉 死掉一段時間還沒有人處理 這個畫面為什麼 我們打到馬賽克呢 他這個先生 他是坐在椅子上了 坐在椅子上之後 他等不到醫生來看他的時候 他就過世了 所以他就這樣死掉 那死掉的時候 因為醫護他找醫護人員來處理 這個火葬 這個兵衣館的人員來處理 沒有沒有沒有辦法 他們你看這個 這個他們的親家屬 還要把他扶好 因為怕他 因為他整個屍體已經慢慢僵硬 他還把他扶好 等到救護 等到這個兵衣館的人員 還有醫護人員來把他處理 才能夠把他送到兵衣館去 所以你看 那甚至你看 坐著等看病過世的 對那你看 現在整個坐到 你看這些畫面 你看了你會不會心疼 我會啊 你一定心疼很害怕對不對 但是現在又有天有意象 那這幾天的時候 河北還有湖北這一帶 居然烏鴉滿天飛 那在這種人心 黃黃的時候 他平常沒有烏鴉滿天飛嗎 平常沒這麼多 平常沒有烏鴉滿天飛 人家就說天有意象 所以那現在整個武漢 湖北這一帶 完全瀰漫了一股非常恐慌 而且有一種死亡的氣氛在那個地方 我們剛才講到的 剛剛那個通知把我嚇死 也就是在武漢B罐 他竟然用短頻快 你來了以後我趕快儘速的火化 而且講火葬場居然24小時不間斷 再不打氣 他居然武漢發佈 甚至為了加強運力 爭取了指揮部什麼 調配了一批的兵役車輛 人員防護裝具 充實到兵役館裡面 對事實上這個發佈的新聞 很快就被下架了 他現在換上一個新的 新的就是說我們1、26號期 對這個武漢肺炎的患者 用遺體火化是免費 免收費 但是這個免費 免收費還是一模一樣 但是這個 你剛才講到這些紅字 完全被收掉 為什麼 因為他講出了事實 你看為了要加強運力 你要運力 要運什麼 運力就表示你要運屍體 調配了一批兵役車 人員還有防護裝備 充實到了兵役館 提高了遺體 搬運還有服務的保障能力 你講這個是什麼意思 講這個意思不是就是說 你意思就是很多人 比你想像多還要更多 原來的車不夠用了 對 要掉了一批過來 所以很多人看到這個數字 哇 糟糕 你這個不是此地無形三百兩 你把他下架之後 大家就知道 之前的公告大家都已經 這個download下來 看到這個都嚇死了 那你知道記者就馬上打電話去 跟這個武漢民政局的人員說 我們要知道說 到底現在死多少人嗎 對 他就說我不能跟你講 因為我們有新聞發言人這種東西 我們不能跟任何人 死亡人數不得掉 對 發佈這個事情 好 那記者說行 那你跟我說一下 這個發言人的這個電話嗎 誰可以講呢 這個發言人現在我們不知道 是誰 不知道是誰 你找我們辦公室 那辦公室請你提供一下 我馬上忙 我現在很忙 我忙 我要處理工作 辦公室電話都不能給 等一下等一下 這是你的工作嗎 就掛掉電話 所以也是什麼呢 武漢民政局當局 他也不敢講 到底有多少人 所以你就知道 現在真的非常誇張 好 於是就馬上就有人算 因為我們看一下武漢當地還有附近的火葬場兵儀館 都24小時 好 我們就處理 我們就把它算出來 武漢市一共有四個兵儀館 你看漢口 武昌 玉淳山 還有青山 好 一共大概約莫有這個68座 68個 那68座來說的話 如果24小時營業 一個三個小時燒一具屍體的話 一天大概可以處理500具屍體 最保險500具屍體 我們這樣講到 他是從1月26號開始 已經有五天的時間 如果一天真的有500個人的話 五天的時間是好幾千人 大家想到這個數字 他不是講說武漢累積的死亡肉才170個嗎 對 現在最新數字也才這樣子 你這個運量的話 一天就可以燒完 那你為什麼要24小時燒成這個樣子 所以現在很多人都非常擔心說 這個根本比大家想像都還要更加嚴重 也就是你到底有沒有隱瞞 你到底現在還沒有在隱瞞 對 如果真的死掉的時候 醫護人員還要做掀起的這個防範措施 他要把他這個無孔這個蹊蹺 全部都把他封起來 也就是說他們還要做這個工作 因為怕說你的這個很多 你還幫他擦拭酒精啊 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知道現在很多醫院 他因為死掉的人太多 殯儀館人員已經做不來 做不來之後 他用醫護人員在做這種動作 那等到醫護人員來之後 才能夠把他搬走 所以你知道現在武漢整個狀況裡面 真的是超乎大家的想像 所以現在武漢為什麼 是不是比你一個崩潰的局面 而且你知道嗎 我現在看什麼動作很嚇死 你知道嗎 我看到美國跟日本也太緊張 連俄羅斯都瘋掉了 對 你知道 事實上現在武漢當然大家非常緊張 可是你知道很多國家的動作 你會覺得非常有意思 為什麼 第一個 川普 川普控制這個疫情的時候 他還成立特別小組 你什麼時候看到他成立這個特別小組 而且你知道 在過去SARS的階段 MERS的階段 很多疫情的時候 他從來沒有撤過橋 他第一次 這次武漢肺炎爆發 他就撤橋 那他到底看到了什麼 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他掌握到什麼東西 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而且 這個我們都說 戰鬥名指數最不怕事 他現在也把邊境封起來了 你知道嗎 本來說你是只有川普 我還覺得你搞不好 現在在搞中美貿易大戰 你現在搞不好 是我在跟中國對抗 我就是故意給中國麻煩 所以我川普故意提升 給你中國難看 俄羅斯不用吧 俄羅斯竟然 就要把邊界全部都關掉了 俄羅斯號稱是跟中國大陸 現在關係非常好 是啊 現在普丁他也害怕 他也把邊境全部關 那中國大陸到底 防疫做得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 董事長 台灣說我們現在口罩 不要外銷 不要留在自己 又被罵得半死 可是你發現 現在美國 北韓 俄羅斯 現在都是高度警戒 難道現在全世界 都這麼不相信中國的防疫能力嗎 中國官媒現在的報導說 他們預計 在今年的元宵節 就初十五 大概就是在幾天左右 這個疫情就可以得到控制 請大家安心 你安心 但是你現在看到 美國的反應 美國嚇死了 俄羅斯的反應 看到英國反應 看日本反應 這先進國家 我要補充一下 俄羅斯跟中國現在一年有上千億美金的一個交易額 現在居然俄羅斯把邊境全部關掉 他那個 他那個有兩個 兩個交易 一個是他的所謂的這個能源交易 一個是他邊貌交易 那這個東西他一定要把這個邊境把它關起來 不關起來的話 他很容易就會氾濫到俄羅斯本身來了 那這個普丁他們厲害得很 他們知道這個玩意也不靈光了 因為所有的數據 跟你看到的畫面 他可能在科學上來講的話 不合邏輯 等一下黃醫師可能可以再做一些補充 我們現在講一個最簡單的一個道理 就是說我們台灣如果要發 在醫院 如果有一個病人死亡 死亡的時候會有 用醫院的醫生來開死亡證明書 一定要把所有的死亡原因交得很清楚 如果說不是在醫院死亡的話 要有檢察官來負責驗屍 我們的死亡是有一個程序來處理的 他突然間把你燒掉 燒掉 燒掉之前 短頻快 對 那你好 短頻快我同意 因為你這個病人這個屍體 已經是被感染了 你是要燒掉 那你就要有一個綠色通道 你就要有一個快速處理這種 所謂的感染屍體的一個理論 而且家屬不在旁邊不重要 不是 照台灣來講的話 他會有一個綠色流程 他會有一個公告 他會有告訴你怎麼做怎麼做 SOP嘛 結果我們看到都沒有 突然間看到一個殯儀館公告 昏倒對不對 然後燒什麼東西也不知道 燒得對不對也不知道 到時候領回骨灰 你領回誰的你也不曉得 然後再來第二個問題 你殯儀館在燒的過程上 當然不知道 因為你家屬不在 你怎麼知道要燒誰的 他24小時在燒 他燒錯什麼 他燒得混在一起 他就跟你一包回去了 然後再來一個 他如果是一個感染的屍體 請問你 你在整個處置的過程當中 你在搬運的過程當中 那些所謂的床病床 搬運的機具等等 夾具有沒有被感染的可能性 那就是他沒有帶原的可能性 所以有沒有做二次 要做再次消毒的必要 這些都要交代的 對 都沒交代 從那沒有 就告訴你我燒了 這麼簡單 你看他這次的美國撤僑動作 他在安克拉斯的機場的空軍基地 都幫你留置三天 留置三天過程當中觀察 馬上開始做醫療的檢查 他說他們處理得非常的精細 一關一關的不斷地在篩選 在排除這些被感染的可能性 或是立刻有感染以後的救治的可能性 但是不要說是他們不相信 連我也不相信 你也不相信 不是 你這個 因為你這個死亡比率 你現在這樣子燒法的話 我就不能夠確診 我不能確診到底死亡率多高 對 完全我沒有辦法控制 所以你的數據 他的數據是不被國際接受 可是這些事情 這些國家都看到了 他看到之後他會怎麼辦 他沒有辦法搞不過你 我躲你 他就逃掉了 他就不去嘛 不去可是美國人不是傻瓜 美國已經昨天公佈 他CDC已經接受邀請 要去裡面調查 而且這裡面 美國人也看到一個最簡單的事情 就是李克強這個小組裡面 沒有解放軍嘛 你一個在中共這種國家 或是在台灣這種重大災難 包括美國在內 如果重大災難 一定要國民兵 一定要軍隊介入 因為只有軍隊有所謂的多餘的能量 對於補充你平時的不足 那是戰時嘛 他不是防疫如同作戰嗎 結果解放軍不介入啊 為什麼解放軍不介入 聽說他們的在高層之間 又有內鬥跟不合的可能性 所以這些情報 你認為白宮沒有看到嗎 有 他當然看到了嘛 他一看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認為川普會成立特別小組 其中是很複雜的問題 他不單純是一個防疫的問題 他當然有全球戰略的考慮 他不是故意給中國難看 他還要想撈一把嘛 他一定撈一把嘛 他這時候他介入一個事情 如果今天成立這個特別小組 如果有機會能夠多幫點忙 川普現在很重要 中國對他很重要 他買兩千億的東西 現在老共可能開始賴帳了 兩千億打折怎麼辦 川普不要選啊 所以川普也很緊張 不光是為了疫情的問題 還有整個國際政治 跟國際戰略的佈局 我覺得 因為第一個我們已經確定了嘛 2020年的全球的經濟成長率 開始下滑嘛 已經開始受影響了嘛 所以全面性的影響 這件事情 我認為中國政府所宣稱的 元宵節會結束這個事情 我覺得有點吃人說夢話 好 黃醫師 現在我們可以相信 中國公共的數字嗎 你也看到這個火葬場 四個火葬場 所有的爐火全部二十四角質 這也太嚇人了吧 這個數字到底有多可怕 中國他真的已經處於 這種失控的狀態嗎 我們看中國大陸 現在搞了一個方式 火神山 弄了一個這個這個 把所有人都弄進去 為什麼這個在醫院裡面 有很大的爭議咧 其實中國大陸 他們對一些新興的 傳染性的疾病 他們在每個地方都會設一個醫院 專門負責這個 那我以前也不太相信 他們有這樣的負責的醫院 但是我去年三月去到他們上海 參加了一個會議 去看他們帶我去參觀 他們連上海個兒童醫院 就有一千床 那中間就有一棟 是傳染性的疾病 就一獨立的一棟 專門在收拾各種新興傳染病 像他就舉例說H7N9 H5N6 全部都是住在那一棟 所以我相信他們每一個大的城市 應該都有這樣的一棟可以蓋 所以他們現在這次加快蓋了 是不是也是要收這樣的 因為本來可能已經收不夠了 已經收滿了 對 所以只好再 可是他不擔心說 裡面如果你沒有負壓床 你沒有設備 你不是交互感染 對 現在就是 我也看到那個行為 我也嚇一跳 硬體是沒有問題 它真的是可以蓋出來 但是裡面的軟體怎麼辦 那個病床 有可以短時間供應到那麼多嗎 氧氣 那些設備裡面 整個呼吸器什麼東西 還有那些設備 可以全部都到位嗎 還有電腦斷層 什麼那些儀器 都全部都可以到位 而且那個要裝設 那些都要事先就安排好 設計好 怎麼樣哪裡出氧氣桶 哪裡接什麼管子 都要設計 事先設計好 因為是加護病房的 所以我們是蓋一個房子就好了 不是蓋 絕對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不知道他們那邊的細節 可能他們真的有那麼快的疏離 我不知道 好 那台灣現在也是講 我們要學這個火神山 我們在台灣也要搞這個東西 你如果是患者 我就把你放到裡面集中管理 我們目前現在有分 疾管署有分六個分區 每個區都有一個指定的應變醫院 比如說我們台北市 目前的這些新型傳染病 比較嚴重的傳染病 有一個集中的應變醫院 所以如果真的是個案到一個程度 需要集中的時候會集中到 所以我們都有規劃 都已經有規劃好 就會到和平醫院 像陶祖廟可能又有另外一家醫院 每個地方都有一個應變醫院 然後裡面的人力 醫事人力不是只有單家醫院 是那一區的人 像台北市這一區 清北市這一區的人 就要排醫生 要排人力過去 護理人員也都有排 名單都有都有照冊 早就準備了 那只是哪一天真的需要的話 就是要有人排過去 這就像作戰的動員一樣 我有一個動員名冊 當我發生事情了以後 我哪裡是戰備醫院 戰備醫院裡面 我的設備 我的人員 我什麼集結 我什麼動員 我們都有的 所以不是說 我們現在選個火神山 搞這種東西 好 人群 你現在看到中國大陸 很多人覺得 我們現在五百多個淘汰商 還在武漢 很多人覺得非常緊張 是你看了中國大陸的醫院 這次萬一你嚇死了耶 事實上寶傑 很多人都講說武漢 現在因為這個所謂的肺炎的部分 已經封城了對不對 可是越來越多照片流出來 給外界看得觸目驚心 包含道還留在那邊的人 都覺得自己的明天 不知道該怎麼辦 比如說在網路上 曾經有這張照片 大家看的時候就說 哇 天啊 他們醫護人員好辛苦 好可憐喔 穿著這些所謂的防護衣 就這樣累到癱在地上睡 這會有多嚴重呢 我跟你講 第一時間的時候 大家覺得說他們好辛苦 甚至有人講他們是英雄 但為了是看在專業醫護人員的眼裡 他們才覺得害怕 你知道嗎 為什麼 事實上有在美國 曾經有護士經驗 他就講說這些人 你不要覺得他是英雄 因為他們根本就是活生生的 病菌傳播體 因為你今天如果穿了 這樣的一個防護衣 代表你處理了重症病人 重症病人會咳嗽 他的這種感染源 會到你的身上的 而且你剛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一般來講我們穿這個 防護衣或隔離衣 應該是在你這個所謂 重症病房裡面 或加護病房 可是他們居然醫護人員 都穿著這些衣服 跟外面的人在那裡接觸 那你想想看 他現在跑出來接觸了 這些一般的人 他有沒有生病都不知道 再回去接觸那些已經生病的人 所以他們是活動感染源 所以根本就在那裡 互相感染來 互相感染去 而且以他們專業人來講說 這個不對 你如果這個有 已經受到污染的東西 你就必須要脫掉 換上新的 怎麼可能讓你這樣穿來穿去 所以一開始 大家以為說是英雄的 現在都發現到說不對不對 在湖北 在武漢這個地方 其實說實話 有點像人間煉獄 你知道嗎 光醫護人員 他們現在統計講說 他們一天需要 10萬件左右的防護服 一天要10萬件 這是在湖北這個地區 可是你像全中國大陸 它有多少地方 其實都有遇到這樣的功耗 那現在問題來了 這10萬件裡面 以中國大陸 14個省的 40家企業的總產人 一天只有3萬套而已 一天不到1 3 所以你這個 不夠的怎麼辦 我跟你講 所以才會感覺上 網路上有那些英雄說 穿著那個防護衣很辛苦 而且你知道 他們還不敢穿脫 甚至在裡面 就穿著那個止尿褲 不敢脫下來 說真的 他們連大小便都在這裡面 所以你看他每一個人這樣子 其實都非常非常的辛苦 但問題就來了 你說醫療缺乏 可是我還是有病人要救治 這些怎麼辦 我跟你講 他開始DIY了 DIY的狀況 你知道像這種醫療防護衣 他有些都必須要有殺菌 他們已經可憐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 因為他什麼通通都沒有 連防護衣都沒有 那很簡單 便利商店不是有賣那個雨衣 一次性的雨衣 好 那我也穿著好了 把雨衣拿來當成防護衣 因為他想說 你如果怕飛沫穿人 噴到我身上的話 好算 算 甚至還有什麼你知道嗎 把雨衣當防護衣 把雨衣當防護衣 甚至還有連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像有些醫護人員 不是要用面罩對不對 面罩他說我們也沒有面罩 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我跟你講那是一個A4的資料夾 A4的透明資料夾 他們自己穿孔 為了保護他的臉部 因為我除了戴口罩之外 他也怕飛沫這些噴到他的眼睛 所以他們只好用這種方式 全部DIY自己做 甚至我跟你講 他們還講出一個口號 說什麼你知道 他說四川省人民醫院就講說 我們東西都沒有 沒有槍 沒有砲 我們自己照 防護不是這樣做的 你今天要做防疫的狀況之下 說真的有些東西 是不是完完全全的乾淨 這都是問題 所以以他們現在 這整個情況之下 包含到武漢醫院 甚至也有傳出來說 醫護有投訴說 他有分到防護服 但是就像你畫面圈起來的 他一傳上去的時候 他就破 啪一聲就破了 防護服會這麼脆弱嗎 結果他這個拍出來的時候 你看他就跟人家講說 我現在穿著身上這套 哪一點具有到防護的功能 你看一轉身過來 後面破了一個大洞 還有包含到什麼 你知道 當後來那個拍攝還問他說 你這個發的怎麼這麼爛 他說我跟你講 我穿上去的時候 就發現他跟一般防護服不一樣 線都裂開了 甚至連什麼 連口罩都假的 也就是說 我們一般口罩來講 雖然大家就講說便宜 便宜到 他們現在已經不夠用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他拿兩隻殺不完就倒進去 就變成是一個口罩 那不是沒用嗎 都沒有用啊 所以對這些防護人 那個醫護人員來講 他怎麼分 所以你知道 在網路上面有很多的照片 就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就這一張照片 導播仔細看 這一張照片這太誇張了 N95最高級的是 黨的幹部戴的 一般人是普通的醫療口罩 那其實像台灣來講 第一線的這個醫護人員 因為他們最 這個所有最前線的人 他們應該用最好的這個設備 因為他們保護自己 才能夠保護 才能去照顧別人 沒有想到 你看這個照片出來 某些地區出現了 領導戴著N95 然後醫護人員 只能戴外科口罩的荒唐局面 這是連大陸媒體裡面 他們自己都已經受不了 甚至連物資的分配 都有出現這種亂象 物資分配 因為人都講說物資是不是進不去 他說不是 其實物資有進 可是大家拚命搶 甚至還有什麼你知道 還有那個民間公司 看到這個東西運過去 還跟他講說來來我告訴你 我們這裡有倉庫讓你放 你想說讓我放這麼好 我看你東西進去你就完蛋了 他直接把你東西給搶走 所以就這種資源 一直不夠的狀況之下 才會看到說什麼 有看到這個已經病死的人 在醫院的走道上面 跟民眾一起在那裡爭 甚至還有醫護人員講說 我告訴你 你不要想說通通進到醫院 我們醫院資源已經都很有限了 現在要再進到醫院去 只有很簡單 你要嘛就快死掉了 可是問題是 很多人到醫院是想要求救命 你在畫面上面 所看到的這一些人 這怎麼了 他在裡面抽搐了 也沒有人要理他 因為沒有病床 像一般來講 我們到醫院裡面去 你如果這個生意垂毀了 應該是都要先 有這個所謂的醫療資源 可是通通都沒有 所以你才會看得到 有武漢的台商就講說 他們發燒也看不到醫生 根本沒有辦法進去 有人講說我跟你講 你沒進醫院還好 為什麼你進到醫院裡面去的時候 你看到剛剛醫護人員那個樣子 你看到他病床上面 搭在那裡抽搐 沒有人鼓 你進到醫院 難道是好事情嗎 好 不好意思 看在台灣醫療人員的眼裡面 穿著防護褲跑來跑去 而且一鬥就裂開 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嗎 是是是 現在 所以當然有時候 我剛剛不知道那個防護衣的情形 但尺寸也有大小 我們有碰過我們的長得比較高比較大 穿根本穿不進去也有可能 所以那個要定一個特大的尺寸 那是要定做的 等於就是要低功 要尺寸 我們有S啦 M啦 L這樣子大小 那有時候 像我們最近我們的網路在群組 在說我的尺寸找不到 要提供大一點的尺寸 才不會有這樣的現象 所以可能 剛剛那個我不知道是不是尺寸合不合 所以我不知道 但穿著防護衣是不能隨便跑的 不應該這樣子 到處跑當然是不可能 你說台灣的醫護人員 不可能穿這個防護衣 跑到辦公室 或是爬在地上 不可能 舉例 我大年初一就是有看病人 有疑似個案我要進去 真的是在那邊穿 穿戴真的是要花不少時間 可能穿戴可能要穿個一二十分鐘 進去出來就馬上要脫掉 在外面就要馬上脫掉 所以離開的時候已經都脫 出來就是 對對就全部丟掉 穿一次進去 病人出來就要丟掉 不是說這樣子還有 但是我執行一個任務 當我執行任務 進到這個房間出來我就要換掉 對看一個病人出來就要換掉 看第二個病人還要再換掉第二個 看一個病人一個防護衣 因為那都是隔離病房啊 出來就要脫掉了 不能再離開 他們還接受訪問 不可能 我不知道他們現在物資 真的是不是已經缺到 未必真的已經到那種程度的情況下 這些物資沒有存需吧 我們現在 你穿防護衣 你是醫生 我們現在 現在如果量 我們都很夠 我們現在都有儲備物資 簡單講就是類似 粘備物資 我們的CDC裡面都有存 然後各個縣市都分發下去 醫生供應都目前都是沒有問題 齊悅 你曾經到中國大陸的醫院看過病 剛剛那個畫面太可怕了 躺在那個床上 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的 我沒有病 我都被嚇出病來了 不是我去看病 是我帶著旅客去看病 因為帶團的過程當中 難免都會有旅客 很發燒肚子痛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那一次我自己都被嚇呆了 為什麼呢 因為那一次這個老人家 大概六十幾歲 快七十歲老人 然後到半夜的時候 他的太太打來說 他的先生到差不多 12點左右開始 上吐下線 然後現在高燒 然後就借了溫度去一兩 三十九度半 當時我一看這樣不對 因為如果是到三十九度半的話 應該要趕快送醫 不然的話 如果再燒下去 可能會有些病發症 所以趕快就叫了計程車 直接送去當地 當地那個醫院 也差不多大概跟我們 類似叫萬邦醫院那種等級 也就是當地的區域型的 中大型醫院 因為是半夜一點鐘的事情 所以只能夠送急診 一進去急診室的時候 我真的呆住了 這不像是急診室 像菜市場 為什麼 因為人非常多 然後一進去之後 先掛號很正常 掛號 可是掛號就是要過關 展就這樣 因為那邊的人 他基本上是不在排隊的 所以想辦法去掛號 好掛了號之後 開始呢 不是就看醫生了 沒那麼簡單 開始就是一大串的 很多很多的檢查 掛了號付了錢之後 開始然後問一個 你要做什麼檢查 你八糟是不是怎麼樣 開個單子之後呢 再去付一次錢 我剛剛掛號已經付一次錢了 然後再去掛號 再付一次錢 然後要檢查什麼 檢查抽血啦 驗尿 照愛吃光 這些全部弄到來 等看到醫生了 兩個鐘頭了 那兩個鐘頭 那個阿伯已經真的是 已經是病痛到 整個人都快癱軟了 想要找個地方躺 對不起 沒有病床 每一地方躺 就只能夠坐在那裡 然後呢 非常非常難過 然後好 好不容易看到了醫生之後呢 你到了急診室 只有一張椅子給你 沒有病床 沒有病床 然後醫生來了之後呢 醫生穿那個白袍 那白袍呢 燈光不是很亂 然後說病用手寫 寫完之後呢 叫你再付錢 去什麼 又付錢 去領調瓶 什麼調瓶就是領點滴 在中國大陸聽說 什麼事情先打點滴再說 對 就是他們到那邊 就是不管怎麼樣 你反正進醫院 第一件事情打點滴 然後呢 又付錢 又去領了點滴 點滴呢 坐著打 就打了之後 就坐在那邊 然後呢 連那個點滴架呢 他都不給你 他想你自己想辦法去找 為什麼 因為他要點滴架 我跟你說 到處去找都沒有點滴架 我為了找個點滴架 我在那個急診室附近 我找了15分鐘 好不容易看到了 這個人快打完了快打完了 好一打完 對不起 我要 他會站著等 等點滴架 用搶的 用搶的因為不夠 那這15分鐘 那阿伯阿怎麼辦 是他的老婆呢 在旁邊幫他拿 拿著點滴 那如果說今天是病人 自己一個人去看病 我跟你講 光這個領要掛號 打點滴 打點滴 如果沒有點滴架的話 一兩個鐘頭 點滴人家自己舉著 怎麼可能對不對 這真的是一個折騰 好 那整個下來的經驗 花了一千多塊的NP 剛剛那個都是指於 外表式的服務軟體 就沒關係啦 醫術好 醫的好就好了 人沒有一點尊嚴至少能活命 可是呢 後來我認識了一個 上海的一個牙科醫生 他是台灣人過去開 台灣的醫生過去開診所 那我去讓他那邊幫忙幾天 順便去跟他看看他那邊的診所 就跟他那邊的護士聊天 他的護士是從上海 其他公立醫院轉過來 因為私人的診所 台灣人開的 他的薪水給的比較高 後來他就說 他在公立醫院的時候呢 因為公立醫院人非常多 他們做牙科 常常要做一些 手術要開小刀 然後呢他每一台之間的 每一台刀呢都卡得很緊很緊 所以他們很多器械呢 常常呢在後面 在器械消毒的程序上面呢 都會跳過去 因為一般的器械呢 不是一人一套嗎 對一人一套沒有錯 可是呢一人一套 不是用完丟掉不可能 因為回去之後清洗消毒之後呢 才讓你用下一個人用嘛 好 那因為人一多的時候 器械常常有些時候 可能會不夠的時候 他呢先手洗完之後 泡酵素材也正常 泡完之後呢 再去用機器洗 然後再進消毒鍋 消毒鍋完之後 包裝才可以讓下一個人用 好 因為很趕時間 所以他們有些時候呢 偷懶到呢 沒有進消毒鍋 直接呢就用消毒液泡消 泡消那個是什麼時候 那個是在很久很久以前 那種打仗的環境呢 沒有辦法用消毒鍋慢慢消的時候 採用泡消法 他們居然還可以這樣做 這叫做哇 原來大陸的那個醫療品質呢 會讓人覺得是非常非常恐怖 事實上 剛剛講的喔 現在中國大陸的PT手段 是越來越嚴格的 可是恐怖的是 你會發現 這個疫情似乎還在擴散 甚至 武漢這麼繁榮的地方 現在我們通過空拍機上去看 竟然已經變成一個空城了 沒錯 現在全球籠罩在武漢肺炎所帶來的恐懼之中 恐懼 事實上這一起的這個經濟學的你看 特別把這個封面 中國戴了一個口罩 那大家說了 到底情況會多壞呢 那你知道 事實上現在全球恐懼到什麼程度 你可以看到 今天早上 我們這個量販店裡面 一開門要賣這個口罩之後 沒多久幾分鐘就全部搶光光啊 你知道台灣現在也陷入這個口語當中 對 台灣現在我們的疫情現在只有九個 對 台灣現在都這麼害怕都要搶口罩 你想想看 如果你現在在中國大陸 你現在在武漢 你在湖北 那是多可怕的事情 就看到了 整個中國大陸的手段越來越嚴格 我今天看到這個下段 他就說切斷全線的互聯網的上網服務的營業 另外就是 包括我的旅遊景點 包括我的輿論 包括體育場 書店 美容院 培訓機構 全部都要停止營業 光姐我們剛才講到全球籠罩在恐懼的陰影之中 對不對 武漢現在是籠罩在焦慮 不安恐懼憤怒之中 為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根本完全不知道封城要封到什麼時候 而且封城的這個手段是越來越激烈 你想一開始就封城嘛 你不能出去嘛 可是保潔你知道 現在不只是封城 現在你連要到公眾場合去都不可以 為什麼 因為現在中國媒體新洋 新洋線就說什麼 因為怕太多人到公眾場合來說 雖然說我們是封不能到外面去 但是如果你出來的時候 搞不好也會出現群聚感染 所以現在包括電影院網吧 KTV娛樂場所 體育場館書店 美容美髮店 培訓機構 全部都暫停營業 不能夠營業 所以在裡面的經濟活動是停擺 而且公眾場合裡面 沒有任何網路信號 所以你根本不用出去 你就待在家裡面 你現在外面沒網路了 而且我跟大家講 還有一個更誇張 現在這幾天 很多武漢的網路的 武漢的那些民眾 他開始寫一些文章 開始流露到 他都說什麼 我在家裡面 我想都很無聊對不對 我想要上上網 結果發現到說 他的網路速度很慢 尤其他要上微博 去發表文章的時候 不行 不能去發表 他連在那邊 在武漢當地 他說我要發表一個武漢肺炎的東西 那個全部都被封鎖 你說我現在不是說我人走不去 我連上網 要透過web出去都不行 他們連要說發表一個 我在武漢被困住 我的想法是什麼 他連這個都沒辦法發 他想要關注武漢疫情的狀況 現在武漢當地的人 他現在幾乎是一個 與世應該半死點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看到 在這樣的一個焦慮狀況下 開始有了肢體衝突 現在看到有個大媽 直接跟這個 旁邊的人直接打起來 更可怕的是 現在武漢要搞一個火山 火神山醫院 火山醫院要把所有患者 集中在裡面 可是那個感攻的壓力太大了 抱歉 這個就是火神山 我們知道中國大陸的命令 是二月三號的話 要完工 而且正式的開始用 就你知道 因為二月三號完工的 這個壓力非常大 那你知道中國大陸 因為之前曾經有被人家說 按理火神山 那個照片是假的 所以央視就說 那我們要真實讓大家看到 所以他從前幾天 開始實況轉播 實況轉播 他一共用了四個鏡頭 在那個地方 然後全中國大陸都可以去看 保證 最多上線人數 有四千萬人 同時在上面看 四千萬人看 在蓋火神山醫院 他們都說 哇 見證中國速度 但是在昨天晚上的時候 出現一個非常尷尬的局面 怎麼樣 兩隊人馬 就在那邊打起來 在四千萬的觀眾面前 為什麼 打起來之後 保證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馬上這個序道就中斷 中斷了兩個小時之後再恢復了 那你知道 為什麼打起來 因為大家壓力都太大 一堆人馬是要整 他們要做這個下水道的工程 那另外一堆人馬呢 他們就說 你這個下水道工程 做在主要幹道上面 我們要搬東西進來的話 那是不是會主到 結果雙方人馬 一言不合 就打起來 打打出手 你也擋我的工作進度了 大家都要追進度 大家都要趕進度 2月3號 中央派下來 命令我一定要完成 就這樣雙方人馬 就一言不合 就打起來 在四千萬的觀眾面前 就打起來 打起來之後 央視趕快就把這個直播給中斷掉 所以是 那你又來看到 現在很多人 我們很多的設備 口罩不夠 面罩不夠 很多人怎麼辦 我就開始自救了 事實上 在中國大陸那邊來說的話 他們是真的無所不用其極 你可以看到 包括說什麼 你看很多人在出造 公共產業 你看他穿雨衣 真的嗎 這在中國大陸嗎 把整個人造起來 你看這也是一樣 他要幾乎把整個人 全部都造起來 一個狀況 他們都有戴口罩喔 對 也就是我戴口罩 已經覺得不安全了 我戴口罩裡面 我還拿垃圾帶 把自己給包起來 那還有人把那個大 大型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寶特瓶 把他挖空 然後就整個頭 扎在裡面 他裡面也是有的 也是有戴口罩 他就這樣子喔 大家防範都非常非常 緊密喔 我本來一開始看到 這個影片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苦手的 怎麼會有人把這種大的寶特瓶 蓋到自己的頭上 後來發現 到處都有欸 大家很多人都是這樣 他只要出去的時候 就自己自製一個防 防塵的這個護 這個面罩 自己做的 那各式各樣的材質都有 你就知道 他們現在已經開始 都自救了一個狀況 好 那這是人民在自救的時候 當局當然不會放過你嘛 所以他們維穩的方式 你看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是什麼 有一個民眾 他在這個車上 他在車上他沒有戴口罩 沒有戴口罩說 就有人去檢舉說 他沒有戴口罩 沒戴口罩不能上車 結果他就要上車 結果這個公安 他就當場 公安先看著他的時候 先對他噴 噴這個噴劑 還對噴劑 噴噴劑 然後噴噴劑就把他拉下來 擔心你有問題嗎 然後就把他拉下來 拉下來你看就在旁邊 就這樣把他居 居體到案 那還不只這樣 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家裡面 打麻將 自己也這樣子套頭起來打麻將 那包括說 這個警察也去抄這個打麻將的這個 麻將店 那警察抄麻將店的時候 他自己也在戴口罩 結果他們那些人真的就戴著頭套 反正現在不能去中了 對 不能去中 我要上網也沒辦法 我就能在家裡面打麻將 那除了這個 這是什麼呢 因為有一個老阿嬤出去 出去他沒有戴口罩 結果沒有人敢去跟他講話 他們就拍動無人機 無人機過去之後跟他說 阿嬤 奶奶你可以回家了 大家都不敢靠近到這個狀況 所以我跟你講這是什麼 民眾開始自救 而且我覺得最誇張的是 我們昨天講不是封門嗎 封門不是單一特例 在很多地方 如果我對你這個地方 覺得你是從武漢來的 我覺得你有問題的話 他真的把你夾給封門 對 你可以看到這個門 這個門是民眾自動自發 去把你家門封起來 那封起來的話 現在就已經有些人受不了 甚至我們還看到一個畫面 是有人在那邊大喊說 大家救救武漢吧 所以你看到現在整個武漢 已經面臨到一個精神要崩潰的 這個邊緣 而且我們看到 因為這個樣子 你就發現很多奇怪的布條 好跑出來 對 我們就講嘛 因為大家都說要防治這個武漢肺炎 所以你看這個很多 很多地方政府 就用這種類似文化大革命 使得大標語 你看 出來聚會是無恥之悲 一起打麻將的 將是亡命之徒 那所以今天這個沾一口野味 明天地府相會 那今年過年不串門 來串門的是敵人 敵人來了不開門 那發燒不說人 都是潛伏在人民群眾中的 接濟敵人 接濟敵人都出來了 你就知道說從頭到封 是怎麼樣在防範這個狀況 那還不只是說 大家在這樣防範 連城是封起來了 但是現在呢 他們是自動自發的 把路也給封起來 也就是 難封武漢封武漢 封武漢封武漢封湖北 對 這是什麼 這是湖北往這個 四川重慶這個地方的路 那當地的鄉民 就自己自動自發 棄了一道牆 把這個路給封了起來 把武漢對外的道路封掉 要嘛沒有牆的話 我就用一堆泥屍 這樣把它封住 這是你知道 還有什麼狀況 就有人這個用空拍機 進去武漢的農村裡面 武漢農村都自己自動自發 把很多路都架起來 自己封起來 他就說 我不出去沒關係 但是你也不要給我進來 說每一村都在封路 幾乎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們現在是 幾乎是全部 在戒備的一個狀況 有一個中國大陸 之前衛建委工作 一個工作人員 他說什麼 現在這些數據呢 他覺得都是假的 為什麼 這還假的 他說什麼 雖然鍾南山說 這個我們沒有隱瞞 他這個對中國大陸的官方做保證 但是他說 現在為什麼大家 為什麼數字很少 因為他們中國官方 如果你確定要確診的時候 他會發一個檢驗盒給你 檢驗盒檢驗確定的時候 那就他會把這個案子通報 但是現在官方 不敢發給民眾檢驗盒 也說你可能已經是了 但是我不發給你 有很多黑數 所以有很多黑數存在 你就知道說為什麼現在全世界會陷入恐懼 為什麼武漢人民會這個樣子 因為大家真的對這個所謂武漢肺炎都分得 真的非常怕 好 瑞德 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美國 日本很多國家已經 我已經不肥了 現在已經等於說 我還要開始撤僑代表 我對中國這次防疫沒有細心 我想為什麼大家這麼緊張 我們就看到中國大陸的那種 防疫的這個影片 這也太誇張了吧 你穿著防護衣 你穿著防護衣 這樣子爬爬罩 我們不是醫生 我們有一點基本的理解 都覺得 這太誇張了吧 對 沒錯 你有沒有發現他們太累了 太累了以後 集體睡在一起 有沒有發現 他們集體貪睡在這個地上 這是一個百分之百錯誤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們這些人的這個 黃肺炎上面 不知道哪一個人 沾有所謂的武漢肺炎的病毒啊 對啊 但是因為他們累貪了 他們沒有辦法 然後緊接著來 為什麼這個樣子呢 你知道他們好可憐啊 有些人甚至於整整一天 不要說吃飯 連喝水都不敢 那時候一開始的時候呢 因為喝水了以後 會想尿尿啊 你要必須把防護衣脫掉 這個防護衣要穿脫 都需要一段時間 而最可怕的是 你要壞新的防護衣 沒有新的防護衣啊 這不是耗彩嗎 沒有新的防護衣啊 這不是處理一次就要壞掉一件嗎 缺滑這樣的一個資源 所以你脫下來 就沒有了 那怎麼辦呢 所以後來他們就不敢喝水 甚至於一整天 不敢吃飯 那你要知道 你每天一直忙 一直忙一忙 不能喝水也不敢吃飯 最後的結果 就累貪了 全部貪了 貪倒到那個地方嘛 然後呢 然後呢 防護衣穿一整天 防護衣不夠 怎麼辦呢 以四川的一家醫院來講 他們的防護衣 他們在等於直接求員說 全醫院只剩下六件了 明天開始就沒了 那沒了怎麼辦 那他們當然要 你說他們可以用消毒了幹嘛 那都是錯誤的方法 為什麼呢 你就算消毒了 就算清洗了 就算用酒精也不一定有用嘛 對 但沒有了怎麼辦 所以後來包括 如果在四川的一些醫院裡面呢 那麼他們怎麼辦呢 開始我們會覺得很苦手 不可思議 但他們沒有東西要怎麼辦 不然怎麼辦 文件夾透明文件夾 你看到沒有 你說這個文件夾 對透明的文件夾 剪一剪 然後呢 再相關的繃帶什麼東西 弄起來以後 就變成他的皇戶面罩啊 那你會說 這個不是百分之百的 這個真正的耗材 不是這也太課難了吧 問題是我沒有辦法 因為除了這個東西之外 我沒有辦法可以治救的嘛 而這個病患是24小時都在排隊 那他們都快崩潰了 就是沒有這些物資啊 那你會覺得很奇怪 那不是有人一直捐口罩 一直捐那個什麼 黃護衣啦 護目鏡啦 等等對不對 很簡單 都沒有到第一線 真正需要人的 醫護人員的手上 怎麼可能欸 現在是重中之重 就在武漢欸 一開始的時候呢 透過了他們所謂黨啊 透過政府機構呢 去這個 跟外面的人請求啊 結果後來他們發現一件事 這些資源都被攔截了 攔截了要高幹優先使用 我們這個是有證明的 你忘了那一件事情嗎 高幹去許試的時候 每個N95 有沒有 真正第一線的話 每個外科醫療口罩嘛 為什麼會這樣 高幹怕死 全部的都N95啊 95變成黨區吧 應該把它反過來才對 第一線N95 然後高幹是外科 這個一般的醫療口罩嘛 結果呢 所有的物資都被擋住了以後 他們他要怎麼分配 就怎麼分配啊 結果後來他們想到一個辦法 我直接用醫院的名義 跟外界求援嘛 有 來了 來了以後 結果沒想到 他們開始這樣用的時候看 沒多久 公安來了 為什麼呢 公安來了 上級長官帶著公安來 把這東西全部都帶走 你知道嗎 要重新分配 寶傑現在還有個更嚴重的問題 怎麼會有嚴重問題 我們剛剛說的這個 都是第一線防疫的人 他們實在很辛苦 然後資源不到位 現在慢慢慢慢 有一些口罩啦 有些公共狂護衣啊 終於進去了 因為被罵了嘛 被罵了以後進去了嘛 現在武漢出現跟湖北出現 另外一種可怕的現象 什麼現象 連人民解放軍自己本身 都有人中 真的 他不是進去要救人了嗎 對 照理來講 那麼人民解放軍 照理來講 你要去裡面再去救人嘛 你在防護啊 什麼時候都一流的嘛 結果現在 在湖北的一個 這個空降部隊 那麼這個空降部隊的軍官啊 他罹患了這個武漢肺炎 那問題來了 在台灣的話 我們都是透明的 所以呢 我們的防疫中心會告訴你 這個人他接觸過哪裡 比如說他在台中啊 高雄啊 哪個舞廳哪裡啊 接觸過 我們現在追蹤他 接觸過的45個人 我們這樣嘛 這個人民解放軍的 特種兵的軍官啊 他在兵營之前 發生了什麼事 不知道 外界都不知道 他接觸過誰 然後整個防疫的路線 什麼都不知道 接觸過的可疑 不知道啊 有沒有管制 都不知道 然後最後採取的辦法是 因為他回到營區了 所以把這個營區 特種兵總共200多人 全部隔離啊 他只能做這樣的方式 至於他是怎麼得到的 他在外面接觸過什麼人 到現在還是一個謎 好 總統 現在很多人看到這樣的一個畫面 覺得不可思議是 防護衣真的不能這樣用嗎 防護衣一定要在一個安全區域裡面 在一個特殊區域裡面 只要離開那個地方 你回到辦公室 一定要把你的防護衣給清理乾淨 不然你會帶著這個污染源 到處去感染別的地方嗎 我想主持人講的完全是對的 因為防護衣的部分 主要是保護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是 所以基本上他接觸一些高風險的病患之後 考量到其他的病患 不一定有高病毒量 所以他理論上必須要換下來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圖片裡面 最讓人驚心動魄 是穿著防護衣 穿梭在人群之間 所以這些部分 如果他整天不換 尤其是在接觸到一些無辜的人的時候 這都會造成相對的一個傳播風險 假設社長是醫生 他穿著防護衣 我是病人 他治療我了以後 結果我身上我搞不好咳嗽什麼的 會感染他 他不知道他穿著又跑來跑去 他就帶出去了 對 因為其實大陸的醫院 最大問題就是病人太多 臺灣目前其實像北醫副醫 早就進行分流 所以有危險的病人早在一開始 就會被分到急診 或是直接到內流感門診 所以事實上病人不會集中在門診區 這樣讓你會互相有碰觸的機會 所以像大陸醫這樣子的話 穿著防護衣走來走去 會遠比躺在地上又更為危險 好 那你只能講 現在這個數字大家就問 這個數字到底真不真確 今天又增加了上線率 咱們怎麼可能說 今天那個數字是一個曲線 當中央說可以了 你可以公佈以後 他就一根直線往上衝了 因為其實這部分 就像主持人剛剛所提的 他們有偵測設備 但是是不是所有的病患 都有接受這個偵測會是關鍵 因為他號稱兩到四小時 可以做偵測 可是獨得機器不定那麼多台 所以很多病人其實在被偵測 出來已經死亡了 所以這病患 他是一個代言狀況 他的一個家屬 或甚至接觸的醫護人員 在攜帶的過程中 由於病毒量的一個多寡 造成發病時間的早晚 所以這時候 就會造成他的數目字 由於人的接觸 可能是一對二 一對四 所以數目字 後來的一個等比的增加 是可預期的 只是我們在密切觀察他的死亡率 可是現在很明顯 大陸的死亡率 好像有點低估 很多人被偵測出來之前 被火葬場的一個部分 把他活化掉 所以這個部分的數字 才是潛在隱憂 你說你們所瞭解 可能死亡的數字 比他公佈的數字 要來得高 來不及診斷 來不及治療 那現在 現在連台灣都緊張 台灣開始要戴口罩 現在這個病 到底有多嚴重 我們昨天看到有一個 你如果得到的新型冠狀病毒 我的整個胸腔 會變成完全白色的了耶 其實我們看起來他幾個個案報告 在新一個人雜誌所發布的 其實他不是每個都這麼的一個 重症的一個局面 也就是說如果說 盡早的進行醫療介入 不一定有治療病毒的特效藥 但如果透過呼吸器 透過有效的治療法 讓肺部能夠擴張 減少病毒在肺炮的地方 的一個不受控制的生長 其實整個變白的機率 還是會少很多 現在最大問題就是說 大陸釣魚清新 重大的一些生命維持設備 總量可能略有不足 造成這些飛砲的部分無法擴張 所以病毒的繁殖速度 就遠超過預期 那我們台灣現在有準備了嗎 台灣目前的話 指標個案大概是九個 他接觸的部分有兩千多個人 列入一個追蹤 所以我們預期他的一個風險 會比大陸少非常多 真的發生的話 其實我們呼吸器 還有相關SARS的經驗 應該可以應付這些不到大量的 一個病患下的一個必要處理 我覺得是可以的 我請教醫師一個問題好不好 所謂呼吸器的話 是不是要插管 其實您問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呼吸器的部分 由於他在插管的過程中 所有氣道的分泌物 肺泡的分泌物 都被阻絕在濾網中間 所以很多時候在一個高病毒量的部分 病離呼吸衰竭 盡早插管 減少他在咳嗽 呼吸的過程中 大量病毒量的釋出 反而是保護周遭人 所以插管是可能的手段 剛剛講到 所以昨天書醫師講 插管率偏低 昨天有提到了 這一次的這個事件裡面 從中國大陸來講 他的插管在中國大陸 只有兩成有插管 兩成以下 可是在台灣 如果這種重症 是八到九成的插管 就代表很多人講 我是不是進去以後 我都沒有得到完整的治療 我進去以後到醫院裡面 他根本讓你自生自滅 是啊 所以剛剛那個 剛剛我們這位 這位 我們這個書醫師講得很好 周主任 而且主任講就是說 他今天來的這個治療 我知道你是武漢病毒沒有錯 武漢肺炎沒有錯 可是我起碼還是會有一些症狀治療 或所謂的一個支 一些支撐室的治療 讓他盡量維持可以抵抗的狀態 對不對 但按照中國大陸現在這種處理的方式 我們剛剛講的第一個院內感染 你看到的就是防護衣 醫生穿著防護護衣跑來跑去 所以那個再第二次傳染 或者院內感染的比例 是非常的提高 那昨天蘇醫師 另外一位那個蘇醫師 蘇伊峰蘇醫師 他也提到一個 插管率大概是兩成以下 就目前的期刊雜誌公佈的是 大概百分之二十以下 那這個插管率太低了 插管率太低的話 有幾個問題 那我們老師剛剛講的一個重要問題 這可能根本設備不足啊 因為你到醫院去的話 你呼吸器都沒有啊 呼吸器沒有你怎麼插管幹嘛 那你要有呼吸器 一台呼吸器 配合一個插管配一個病人 還有多少護士 照多少病人 那個百分比是固定的 現在突然間增加十倍 現在怎麼辦呢 那又會變成有一個可能 可能加一科醫師進來治療 可能感染科醫師進來治療 你總不能叫一般外科進來搞吧 他不會搞這個東西啊 他的插管不會插 他不會處理怎麼辦呢 就把你擺到那邊了嘛 就把你擺到那邊了 擺到你不動嗎 他沒有辦法處理 他反而有一個目的 就是隔離 就是跟外界隔離了 他在醫院裡面把你擺到了 那還有一種就叫你回家嘛 所以他這個病 在武漢肺炎初期發生的時候 很多的病人是被確診 但是醫院不收 他叫你回家 叫你回家 他沒有辦法處理啊 你叫你回家什麼好處你知道嗎 我沒有這個case了 不關他的事了 不關他的事跟他無關 那個是叫做醫學中心 我現在講的是很可怕 不是一般的中型醫院 醫學中心武漢已經這樣處理了 好了 現在突然間開始搞了個一千床 搞了兩千床出來 我請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哪裡來那麼多呼吸治療的專科醫師 那整個是個假象 你有一千個病床 有兩千個病床 你後面醫護人員根本不足 武漢全部性不夠 所以我認為這個後面 是一個極大的災難 那另外一個就是媒體提到的一個 他的死因啊 他在最後這個因為下診斷書 我們要醫生最後要寫死亡證明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致死原因嘛 這死因是什麼 他當然不會寫武漢病毒 他當然寫是多重器官衰竭就完了 就結束了 所以你把火化nam我也不知道你是什麼病 你的死亡原因跟你保證 一定是心臟衰竭嘛 那個一定跑不掉的嘛 肺器官衰竭嘛 這都氣官衰竭 我可以隨便寫啊 這器官衰竭絕對不會寫錯 你放心 我也可以寫啊 李衍銘帶也可以寫 看到死亡去表情 他本來是什麼病 不重要的 燒掉了嘛 所以你知道嗎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的CDC 為什麼美國人那麼緊張 美國在全世界 在軍事動盪的地區 都不撤僑 你記不記得 在國共內戰 最大的二次大戰 結束國共內戰的時候 他那個美國大使館 一直到了最後 才離開這個中國 他絕不撤僑 他不是隨便撤僑的 他為什麼那麼害怕 第一個撤僑 他馬上想到完蛋了 他知道你失控了 你知道吧 那我們那台胞在那邊怎麼辦 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來了 他萬一這個事情真的爆發成 爆發上來以後 目前國台辦是說會妥善 照顧我們的台胞 到時候他妥善照顧不了的時候 他一次回來送給你五千個病人 你怎麼辦 蔡英文就昏倒了 蔡英文昏倒了 我給你五千個 你去玩 我要你塞 台灣給你 我給你五百個 確診患者送回台灣 台灣的醫療體系崩潰 五百個大概差不多崩潰 找不到他們的醫生 五百個還沒想成這樣 如果分身到各個醫院是可以 五千個可不可以 五千個應該沒辦法 隔離房不夠 我們那邊 你們知道 有沒有多少台商在那邊嗎 所以 有一百萬個以上 我們有一百萬個台商 台胞就學工作 中國不會這樣搞台灣吧 他最後一定要回台灣的啊 他生病的時候 他搞不定 他說丟回給你 你喜歡藥嘛 你不是海雞海鮮要協調嗎 他現在愛了面 為了面子不讓你撤僑嘛 他突然有一天答應你 歡迎撤僑 然後通通是確診患者 對 那不是昏倒 好 那個 人確 對 這兩天武漢又進行了一個大規模的掃蕩 掃蕩什麼掃蕩野味 欸 這一次的武漢病毒 武漢的肺炎就被認為跟野味有關係 現在還在吃野味 而且中國人很誇張 他們非常的迷信說吃什麼補什麼 事實上寶傑 我跟你講 中國大陸人他們很喜歡吃這些所謂三針野味 而且我跟你講越奇怪的越喜歡吃 你在畫面上面看到 你想過嗎 蝌蚪 你會覺得他一個黑黑的 這什麼蝌蚪 而且你再仔細看 那個蝌蚪是活的 那是活的蝌蚪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碗裡面有 蝌蚪給小孩吃 而且吃的就是小孩子 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先不要去示範 為什麼你知道 他們有些人會覺得說 以行補行 你缺什麼就補什麼 而且如果他能在那個環境 活得很好的話 我告訴你 他對你的身體一定好棒棒 所以他們有些人認為講說蝌蚪 滑溜溜溜溜溜你知道嗎 而且在那個水不是很乾淨 他也能夠活得很好 所以他們就開始講說 我跟你講吃蝌蚪 能夠讓你這個身體也變得很好 甚至還說什麼 你的皮膚也會變得很好 為什麼 因為他身上滑溜溜溜你知道 很滑溜 我先講一下 這個不是醫學上面有的東西 因為在中國大陸 他們有些人講說 我告訴你 本草綱目有記載 你最好 我不知道我沒有看過本草綱目 但問題是 他們有一些人就開始跟你講說 吃蝌蚪可以製很多東西 所以你畫面上面所看 他們居然還有人專門到田裡面 還有爛泥巴那個地方去找什麼 你現在看他在撈 為什麼東西 他全部都在撈蝌蚪 撈蚪回去吃嗎 撈蚪回去 但是我跟你講 吃之前也不是直接吃 為什麼 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 是他有些蝌蚪 已經不是那個很小的 已經是那個腳就已經長出 他們帶回去之後 撈出來帶回去之後 他們還知道先給他洗一洗 你知道 但問題是 你知道蝌蚪上面有一些黏膜 那個黏膜裡面本身 有很多細菌在那邊 可是他們就覺得說 那個反而吃下去對身體很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們吃的東西 那個方式還非常非常多 不是只有說生吃 你剛剛看到那小孩子 還吃火鍋 吃火鍋 你有沒有看到嗎 蝌蚪火鍋 而且我跟你講 他們還研發出什麼麻辣口味 還有用油炸的 他們就覺得說 吃這些東西 可以幹嘛 你知道 所以可以清心養肺 所以吃了對你的身體 清心養肺 他就反而變成是另外一個生意出來 所以大家就講說 你現在這樣吃 說真的 這沒有什麼醫學上面的 都說什麼依據 他們就直接想說 沒有沒有 古人都是這樣講 他就變成有一些的 他們迷信的這種邊緣 不是 以前我只聽過一個 就是北京人什麼都敢說 上海人什麼都敢穿 東北人什麼都敢做 廣東人什麼都敢吃 搞了半天不是廣東人什麼都敢吃 不是只有廣東 他們現在講的是什麼 你知道他現在已經跟你講說 天上飛的除了飛機不能吃 地上走的除了人不能吃之外 其他什麼都可以吃到 更何況是海裡面所遊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他們就從這樣子發展出 他們不同的池的文化 所以他們現在這種野味 還到處都還在 到現在還在吃 到現在都還有 所以大家才會發現到說 除了你說像這種吃蝌蚪這個 你看他們之前說在武漢的海鮮市場 我跟你講那其實也不是唯一一個 你知道在中國大陸非常多地方 全部都有這種所謂的山珍野味 而且最誇張的是之前在湖南 曾經抓到過一個 那個時候他們在那個電商平台上面 電商平台 可以電商可以傳到送到你家 我跟你講因為電商平台跟你講說 我們的產品是綠色污染 全部都是非常天然的東西 大家想說什麼 綠色污染 後來再去查的時候 你知道嗎 他們在深山裡面 就建了好多的大型的冰庫 一把打開裡面 裡面一包一包的 就是我們看到那什麼白鼻心 山腔那些野味那些東西 你知道嗎 我現在看到說連長頸路都有 還有鱷魚龜 所以他不是只有天上的路邊的 鱷魚龜都有 然後海裡面通通都有 而且他標榜什麼你知道 他標榜跟你講說 我現在都純天然 為什麼 我告訴你我綠色污染 甚至告訴你 綠色污染 綠色污染 又不是人工飼養的 當時的電商就是用這個來打廣告 你知道嗎 而且他還跟你講說 我告訴你 你一定會覺得說 不行 我現在吃這種東西 我就要清 對不對 我哪有可能要吃屍 他說沒關係 我網路直播給你看 你現在只要下單 你只要願意嘛 我就直播給你看 然後我立刻宰殺了之後 幫你清理乾淨 冷凍直接快遞送過去你家 他就變成這樣 海天冷凍快遞 做這樣 而且你知道 他們裡面的那個動物的那個品項 品種實在太多了 你知道 多到當地的廠商 甚至都講什麼 他說我跟你說 我們其實供應大中國 很多那個地方的那個市場 甚至什麼 甚至有些動物園 他們如果缺什麼動物的話 我們這邊也可以提供給他 已經搞到變成這樣一個程度 你知道 這只是在湖南所找到的一個工藏 他養的比動物園還多 厲害了 動物園跟他調貨 這才可怕好不好 所以包含在廣東那個地方 其實也 你剛剛講說在廣州那個地方 其實也有 當時講說野味市場 我們講這個 我們真的貧窮限制我們的想像 貧窮限制想像 你根本沒有辦法去想像 他們會養什麼東西 他們去那邊找到的時候 有見豬有養 我跟你講什麼兔子那些都已經不是 不是重點了 不然這發生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還有石虎也在裡面 石虎 而且石虎 在苗栗的石虎 對 而且石虎 他今天告訴你講說 我不是只有讓你觀賞而已 我是直接可以讓你宰殺 拿來當成食物販賣的 在台灣你猜車撞到石虎 都要受到譴責 他居然把他拿在籠子裡面賣 而且當食物賣 因為對他們來講 這些生物好了 這些生物 雖然我們看起來 生物他們認為是食物 可是他們會覺得說 這些生強體狀 在山裡面都能活得很好 如果是這樣 我如果吃它的話 以形補形力有聽過嗎 我豆魚不要吃豆魚 我腳不要吃他的腳 我頭部派要吃他的頭部 這種其實就在食補的觀念裡面 可是你知道 這個其實在現代的防疫的概念裡面 是一個很糟的一個狀況 因為你有很多東西都沒有 後來才發現到 我跟你講 他們有很多東西 不是只有抓 因為你抓不夠他吃 他們甚至在廣州這個地方 後來被找到是什麼 你知道 他們乾脆弄一個養殖場 也就是他自己還可以富裕 寶芊 你知道我們像這種野生動物 有些東西 你要富裕是很難的 他們居然可以民間為了吃 還可以把你富裕得很好 說你要什麼 我有什麼數量都OK的 這才是他最可怕的地方 所以那時候被找到的時候 還有一個說法 當然媒體跟他講說 這裡面很厲害 你知道嗎 我們剛剛講 那個動物也跟他釣 他說連他裡面的那個品種 比海洋公園裡面 有的生物還要多 現在大家關心一起也更關心 未來的經濟會受到多大的衝擊 當然整個中國大陸首當其衝 現在如果看到武漢 武漢如果現在是空城 那個對中國的經濟造成多大的影響 對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是武漢 武漢目前來說的話 是這個幾乎是沒有人的 這個情形 你沒有人就代表沒有經濟活動了 他是九省通區 就是這樣一個局面 保證現在對中國大陸影響到底多深 我先給大家講幾個數字 第一個去年中國大陸在春節的時候 他的票房是七十億人民幣 就今年統計出來的時候八千萬 幾乎是完全不見了 那好除了這個票房 春節的票房不見之外 那旅遊人數 去年中國大陸的春節旅遊人數 四點五億人 就今年一億都不到 我們再講一個數字是 這個中國大陸的零售銷售總額 他們過去春節這段時間是他佔百分之十 去年的銷售總額是一兆人民幣 那今年統計出來最近數字是多少 五千億 少了一半 所以如果我們如果用這幾個數字加起來的話 他第一季已經少了大概1.2兆人民幣 那1.2兆人民幣是什麼意思呢 他們去年第一季的GDP是21.3兆人民幣 如果以成長6%的話 就是增加1.3億 就不見了 沒了 1.3兆沒了 也就是說如果用這樣初估來說的話 中國大陸的第一季的經濟成長率 有可能會歸零 所以這是現在最新的統計數字 那會不會更糟 恐怕很多人覺得是更糟的局面 因為現在不只是武漢這樣 現在如果你去上海很多城市 其實都已經封起來了 都一樣 IKEA已經封閉全中國大陸的30家分店 星巴克封閉了2000家分店 麥當勞封閉了所有武漢漢口這一帶 所有的這個麥當勞的分店 越來越多企業加入這樣的局面 甚至現在很多城市 它已經沒有飛機可以飛出去了 我們要最新的消息是 我們已經被台灣被波及 義大利說中港台都不能夠飛了 它原本是說不要飛到中國大陸 但是它把我們台灣 歸在中國大陸裡面 所以現在我們 中港台都沒了 所以現在我們台灣 飛到這個義大利班機 搞不好就沒了 所以那到現在影響才剛開始 對中國大陸的經濟來說的話 是真的非常重創的一個局面 好 齊悅 你有感受到說 現在對中國大陸來講 真的這麼慘嗎 現在在路上一樣重拍機 不是只有鄉村 連都市都看不到人 其實現在整個中國大陸 其實他們跟我們一樣都非常擔心 尤其是像我們跟中國大陸 一些旅行社的業者 他都在聯繫 他們其實很多的一些大城市 包括是一些地級市 或是一些鄉村 其實大家都人人自為 所以現在是整個大陸會有種情況 就是湖北人是怕武漢人 中國大陸人是怕湖北人 然後整個亞洲是怕中國人 然後整個全世界人是怕黃種人 為什麼 因為整個大家就是 文肺炎色變 所以說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中國大陸有非常多的地方 大家就是變成整個經濟下來了 很多旅行社的都已經無薪假 大陸的旅行社 還有一些旅館都已經無薪假都放掉了 不要說武漢 光是我2月9號 我有一個合肥團 合肥團我訂的那個旅館 我最重要跟他們商討 就是因為我們取消了團 然後要叫他們說 那是不是你可以把訂金退給我們 結果我一直跟他們 微信他們的裡面的小姐聯絡說 我們現在不休假 原本2月2號上班對不對 好 現在又說他們上班了 連到2月9號才上班 他說因為大家都不上班 我不能夠答應你 等到我們上班再說 他說你們2月9號會上班嗎 他說不一定要看上面的決定 表示什麼 他們那個旅館從過年 一開始疫情發生之後 整個旅館就休息 老闆說休息旅館就不開了 然後所有員工在家休假都不要回來 那為什麼 因為他們怕說萬一染上疫情 他對那個旅館有什麼影響 所以變成說整個的消費 還有整個經濟 還有整個人的人流 全部都降下來的 那這個對整個未來大陸的經濟 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打擊 市長 我看到這幾個畫面 我真的嚇到了 今天他們居然出門 我要有路條 甚至我有賀槍實彈的防護員 可是其實這個樣子 還是沒有辦法去遏止 中國大陸的恐懼嗎 將股市大跌跌掉了 20兆台幣的一個市值 現在有一個是武漢的專策 現在要把台商送回來了 這個對台灣來講 會有一個防疫很大的壓力嗎 中國大陸當然首當其衷 但是台灣從今天開始 我們的防疫體系也遭受到 第一次的壓力測試 為什麼 200名台商在今天傍晚的時候 從武漢的天河機場 準備要回到台灣來 當然我們一定要歡迎他們回到台灣來 但是事實上對對台灣的防疫體系來說 是一個空前絕後的考驗 那在整個過程裡面來說的話 他們每一個人員 每一個台商 都會穿上這個防護衣 他們穿防護衣 對 而且包括帽子 口罩什麼都會穿上去 而且他們位置會隔離得非常清楚 也就是說不會坐在一起 他們是分排這樣子隔開隔開這樣子坐 然後回回來的時候 我們知道 飛回來的時候 我們台灣馬上就會派出相關的人員 第一個 我們會開始檢驗 檢查他們身體的狀況 檢查之後 然後全部把他們送到 這個目前的隔離 去隔離14天 所以現在其實 才是台灣防疫的最大考驗的開始 我還想說中國大陸現在為了面對這件事情 他們學過去的小湯山 因為搞了一個火神山 火神山蓋好了 可是沒有想到 火神山內部的資料一出來以後 大家嚇死了 志寶傑 跟我們先講 現在整個世界 包含中國在內 他連各個大使的領事館都非常緊張 今天中國那個 在馬來西亞住檳城的領事館 有人去抗議 然後抗議的時候 武男兩女他去抗議 然後他標題很正面 寫說什麼 中國加油 武漢挺住 就這個畫面 就是抗議的人走的時候 留了三個箱子在武漢的領事館那邊 在中國的領事館外面 結果領事館很緊張 怕是爆炸物 炸獵物 結果請了那個霹靂小組來處理 一引爆 結果裡面全是口罩 全部N95口罩 全部是N95口罩 大家看到這個畫面就很玩耳 想說原來其實整個中國都是很恐慌 可是現在中國的恐慌 他們把所有 所以他們現在風聲鶴唳 風聲鶴唳 所以他們把所有的希望都壓在 他們的火神山的醫院 因為武漢是整個病原爆發的核心 如果他們這個火神山醫院 可以有效的抑制 整個武漢的疫情爆發 是不是就可以從源頭來管理 這個火神山當時他完工的時候 所有人都寄予厚望 因為他連名字都有學問 他名字說為什麼要取火神 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是肺炎 他們說中醫的時候 肺數金 而火克金 所以特別要叫火神山醫院 是這樣子喔 就是希望可以克掉這個肺炎 好 那這都是他們的所謂一廂企業 我們不管 在八天內完工之後 所有人就去檢視你裡面的內容 符不符合我們的要求 你看這個影片就出來了 跟SARS不一樣 SARS你還看不到 小湯山裡面的樣子 現在火神山我都知道了 對 結果影片就出來 大家去檢視網絡實在 大家一看 不看不得了 這一看哪裡是火神山醫院 它根本就是火神山集中營 寶傑哥 這個照片全部都出來 第一個 這個是病房裡面對不對 我沒有看過病房裡面 要裝加鐵條的 寶傑哥 它窗戶裡面為什麼要有鐵條 窗戶全部有鐵條 窗戶全部有鐵條 它不是防止病毒出去 它是防止病人出去 所以人講說火神山是進的來出不去 對 進的來出不去 然後我們去看它的門把 就是畫面上的門把 更可怕是它所有的門把 是在外面有門把 外面有鎖 裡面的閉房內是沒有門把沒有鎖 所以我進到裡面的時候 我是進的去出不來 所以所有第一件事一定要注意到 它所有裡面的就像這個畫面 它只能從外面打開 然後外面上鎖 然後裡面的人要出去 唯一的出口那個叫窗戶 連窗戶上面全部加滿鐵條 而且你看到這個小窗戶 這個小窗戶是什麼 我要送菜的 就是我平常你在裡面 你就不能再出來了 你今天要吃喝拉薩水都在裡面 我今天要送飯給你吃 我就從外面這個小窗戶打開了以後 我把門關了 裡面的門窗戶還打開 才能把東西拿出去 這不是監獄是什麼 基本上跟監獄送放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大家就回溯 你這火神山到底是怎麼蓋成的 結果我們找了一篇報導 他說這個火神山是完全仿造 當時SARS17年年小湯山的醫院 他們怎麼說 他們得意洋洋 他說他們蓋這火神山的時候 第一時間最重要的任務是什麼 回頭找出17年前 小湯山醫院的設計圖子 花了78分鐘之後 修改完成送到武漢 寶傑哥78分鐘能修改什麼 修不了什麼 他什麼都不能修改 他只能照 原本可能他的基地是方形 後來變長方形 只能做這種簡約的修改 所以當時小湯山最為人詬病 最可怕的叫做只進不出 所有的病人進去之後 只能進去出不來的 沒有出來嗎 沒有人出來過 直的進去橫的出來 這個東西完全目前複製在火神山醫院 所以如果都要用這樣的規格 來治武漢肺炎的話 我認為很困難 好 李醫師 現在對台灣來講壓力很大嗎 對台灣的防疫的壓力 其實是目前我們並不知道 什麼人回到什麼地方 那些人跑到哪裡 或是他們亂跑不居家隔離 隨隨便地跑到社區 以及隨隨便地跑到醫院去 所以我們醫院全程的警費 全程的防疫 就是防堵這些從危險地區 中國大陸危險地區回來了 這些民眾 這些同胞進入到醫院 為了防止這個 我們全體總動員 首先就要把這個大門 給門禁起來了 我們以前從來有開六個大門的 現在我們只開兩個大門 你說你們現在正新醫院 只開一個門了 對 一個大樓開一個門 兩個大樓就開兩個門 就這樣子 是喔 是為了防堵從中國大陸 災區回來的民眾 他們應闖醫院 他們就是要到醫院去 那這些人 我們就不能讓他進到醫院 我們要額外地到一個地區 去分流來看病的 這才是我們的壓力 那現在我們台灣的這個防疫 最怕的是出現社區的感染 那現在已經發生家庭的群聚感染 也就是說只在緊密的關係之間 就先生傳給太太 太傳給先生 對 但是怕的就防止下一步 下一步如果防止不了 那台灣就亂起來了 可是重點感染源是在中國 中國現在 剛剛講他已經蓋了一個火神山了 我蓋了這個醫院了 我說我得集中改例了 這問題就可以解決了嗎 火神山醫院開放 主要是要讓這些武漢肺炎的病人 有點地方去接受良好的醫療 武漢的肺炎其實不可怕 他的死亡率並沒有那麼高 但是為什麼在武漢是本身地方 死亡率那麼高 主要是因為他們的醫療不足 現在這個火神山醫院裡面的設備 到底如何 我個人是不清楚 他是不是有護壓 真正的護壓病房 我也不清楚 如果他有護壓病房 他是一個一個房間來治療的話 那是合乎標準的 但是如果他只是一個 就像一個鐵皮屋 鐵皮屋 鐵皮屋的話 那這樣的話就是不符合規則 是吧 但我不曉得 因為我沒有去看過 好 董好 現在我剛剛講到了 本來大家覺得 欸 中國大陸一直在說 他們已經控制了 大家不用擔心了 可是沒想到開始失控了 今天連廣東 連溫州 連溫州都在封城 更可怕的是死亡數字 你從火葬場 你從所有的數字 那太可怕了 坦白講 今天在中國大陸 講到這一次武漢肺炎的這個病毒 誰講話算數 只有鍾南山 你其他講話沒有人會相信 哦 就是上海抗煞英雄 鍾南山 上海現在的群組裡面 流傳一句話 鍾南山講 可以出門才可以出門 就很簡單 一清二楚 好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他不相信政府 簡單講一件事情 最近在大陸網路上 有兩個視頻非常有名 第一個視頻是方斌的 方斌這個人已經被逮捕了 方斌 好 那方斌就進到了第五醫院 對 他進去的時候呢 其實前面有 你看到這個叫屍袋 那個屍袋 對 你現在看到這個屍袋 那個是醫護車 他在短短幾分鐘內 從三個變八個 短短幾分鐘內 他看到的是從三個變八個 然後你現在看到這個視頻裡面呢 其實有一段 是他有拍到有一個男生 對 正在病房 病床旁邊 他在哭泣 為什麼 在他的對面 有一個老先生 你還可以聽到他的聲音裡面 講到說 你現在看到這個 醫護人員就在宣告 這位老先生已經沒有呼吸了 然後剛才那個 你看到畫面有一個拿電話講話的小孩 對 他在哭泣 在跟家裡回報 他這樣子去突擊了第五醫院 走到了治療的這個地方 就這樣子就拍到了 就一個生命就走掉了 好 那在第二個視頻裡面是什麼 是有一個男子 從天草上跳下來 他為什麼 因為他沒辦法就醫 然後他已經被隔離 他的小孩在另外一個 跟妻子 他覺得他沒有希望就跳了 事實上不只這些 還有一個悲劇 是封城之後的 前一段時間 如果你記得有一個悲劇是什麼 是 也是武漢當地的 有一個小孩 他被鄰居發現 他死了 他的爸爸呢 因為疑似感染了 所以被隔離 剛開始 鄰居還有去看這個小孩 因為他 他身體不良於行 中間還有幫他 幫他喚起身體 保持清潔 可是後來鄰居也被隔離了 有三五天 有三五天的時間 沒有人去看他 就活活的餓死了 所以在這過程中 你不知道太多 他有什麼事情 好 董事長 現在中國的壓力 有這麼大 很想講 現在全世界 以前不是有排滑運動嗎 現在根本就是排走 大家就嚇死了 你聽過說 前兩天在日本的這個民谷 在日本的東京機場 就是上海人不願意 跟武漢人同機 不願意同機 上海人不要跟武漢人同機 對 就上海人比較多 有四十幾個 武漢人有十幾個 結果怎麼辦你知道嗎 把他趕下飛機 把武漢人趕下去 上海人把武漢人趕下飛機 聽說 聽說剛剛就打起來了 上海跟武漢人打起來 日本警察介入 就日本航空公司 就勸武漢人 因為武漢人比較少 沒辦法 就下來了 下來了之後 第二天再安排航班 離開 離開日本 所以這個變成 上海人也開始 瞧不起武漢人 對 然後更嚴重的就是現在 中俄邊境是不是封了 對 中朝邊境也封了 是 現在英國航空公司 全面停班對不對 是 所以大部分的國家 都慢慢慢慢地追隨著 美國的腳步 通通開始封閉起來 越南也開始要封了 中越邊境也開始要封起來 所以變成封城 已經是一個 中國大陸內部現象 那你剛剛講的 一個非常好的 現在全世界在封什麼 在封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變成一個 他在14億 全世界最多人口的 第二大經濟體 被全世界封閉起來了 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你知道嗎 剛剛師通講的對了 他我一個朋友 在廣東開家工廠 他們有留守人員 跟董事長報告 報告說隔壁一個路商 在大年初六 他就放鞭炮五輪五師開工 偷偷開工 不是偷偷 他是公開的 因為什麼 在廣東這樣招工很困難 他一招就招滿了 他高興得不得了 就快點開工 就開始機器也開了 沒有一個小時 公安衝進來 第一件事情 把電給關了 機器關了 把工人全部趕走 然後幹個最後幹什麼事 事通我告訴你 他貼封條 在工廠門口封條給你貼起來 警察根本不跟你客氣 不准幹 好 那這個現象全面蔓延 那我現在請問你 鴻海在鄭州的台灣怎麼辦 有五十萬台灣人 這五十萬台灣最後何去何從 都回來台灣嗎 當然回台灣 他跟你客氣 所以這個四百個人回台灣 是打開的第一槍 後面有四千人會回來 你放心 台灣的醫療體系都崩潰了 所以這個才是現在台灣衛生署 要開始緊張的問題 你知道嗎 目前我們就境外傳染 然後這些大量的台胞回來的時候 我們怎麼辦 我們到底要收還是不收 那李醫師 現在對台灣來講 壓力真的是這麼樣的一個大嗎 現在剛剛講的 這個傳染力到底有多少 台灣到底能不能應付呢 根據這個報導 跟這個所有的醫療資訊看來 這個武漢肺炎的病毒的傳播速率 也就是傳播係數 我們一般用英文講的叫做RO 大概是在2至3之內 也就是說大概一個人傳到兩三個 一個人傳到兩三個 但這個普通還是都是一般病毒 所具有的特性 像17年前的SARS 他的一開始 他的傳播速率也是2.9 後來他會在2.0到3.5之間 轉換不定 所以他傳播速度很快了 是 如果是2到3傳播速度很快 但是如果人為的防疫措施介入的時候 那麼這個病毒的傳播速度就會被打亂 也就是會慢慢的被削弱他的傳播速度 所以只要人有防疫的心 大力防疫的話 這個速率是慢慢RO系數 是不是慢慢的降低的 那你現在看到以你的專業你是做感染科的組織醫師 現在如果說今天看到中國狀況 中國是真的完全失控了嗎 中國完全沒有辦法控制這個整個的發展 整個傳染的途徑嗎 是 中國它只要哪一個城市發生了這個社區感染 那個社區 那個城市就是無法控制得了 所以為什麼溫州為什麼在廣東有那麼多 接二連三的發生了社區感染之後 他們就決定封城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我們台灣就是要警訪不能發生社區感染這個問題 所以有多久我們要講 只要有懷疑我就趕快把你隔離開貓 一定要隔離 不隔離的話 一個人一直傳一直傳 你又不知道來源是誰 所以到處都是風聲鶴唳 使那個像到處都是好像槍彈一樣 從哪裡被打來了 你都不知道 所以發生社區感染的時候 就是有發現病患 你就是要開始追 除了他被隔離以外 他所接觸的人 你通通要把他隔離 全部隔離 好 七月 這一次我覺得旅遊業非常的特別是 以前只要一開始封鎖 一開始不要跟大陸來往 他有旅遊就很生氣啊 怎麼可以這樣子啊 我們聲音怎麼辦 這一次是旅遊業全力的配合 我今天看到有一家大的旅行社的老闆 他損失二點六億 他說現在這個損失我們的 我很少說看到我們今天台灣的業者 如此共體時間 其實這一次的疫情 我們整個旅遊業 因為歷經過SARS那一段痛苦 我們非常清楚說 如果疫情沒有控制好整個擴散的話 他整個旅遊業的潰散 跟整個旅遊業的大倒閉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當疫情發生的時候 其實整個旅行行業裡面 我們的LINE群組裡面都在講說 這個損失很嚴重 可是再怎麼樣要先把疫情堵下來 這次交通部其實動作很快 交通部動作快之外 有一個公司更快 雄獅旅遊最快 為什麼 雄獅旅遊就在除夕當天 直接就砍掉三千人次的旅次的團 全部砍掉 他比交通部觀光局 早三天宣布停中國大陸團 那整個損失呢 光這個決定損失2.6億新台幣 那對一個公司來講 當然是以很大筆錢 可是他們董事長王文傑直接 會議當面直接想說 先不要管損失多少 取消三千五千都不要緊 至少先把疫情先擋下來 為什麼 因為這真的很重要 你說對台灣人來講 現在控制疫情最重要 因為其實你說中國大陸的團 不能發對旅行的痛不痛很痛 可是如果說今天其他各航線 包括整個台灣像SARS那一次一樣 我們的整個疫情出現了破口的時候 那整個我們的消費金額 全部往下降的時候 那個真的是非常可怕的情況 在這幾乎部分 就請保安 記得在這幾乎